念佛的道场 不能不讲经 为什么 现实的社会 这在整个世界 一般人都认为宗教是迷信 宗教对社会 没有真正的贡献 所以宗教可以不要了 确实 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 年年下降 一年比一年少 这是 我今年六月的访问梵蒂冈 他们的大主教告诉我的 他们也很忧虑 像这样下去 二三十年之后 宗教还能不能存在 这个地球上 有问题了 我们交流的时候 我就提出建议 希望每一个宗教 都回归到教学 经典不是念的 经典是要详细讲解 认真学习 把经典里面的道理 变成我们的思想 把经典里面的规 就规矩 啊 界条 变成我们生活行为 真正做到 学为人私 行为示范 那么宗教对于 社会教育 就起了很大的贡献 今天大家都知道 一个事实 全世界的教育 学校 从幼儿园到研究所 没有教伦理的 没有这个过程 没有道德的过程 没有因果的过程 而且这些东西呢 这些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能拯救这个社会 能拯救地球 啊 但是现在其实教育上没有 那宗教教育呢 要把这个确信呢 给它弥补起来 啊 我们从经典里面选择 啊 伦理 道德 英国的这些教训 啊 把它讲清楚 讲透彻 我们从自己本身做起 从教会做起 啊 来影响社会 对社会就造成很大的贡献 啊 那么我们相信 信仰宗教的人呢 就会越来越多 啊 这我给他们的建议啊 啊 我们要认真这样做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